我们这个第二章 第二章我们跟各位介绍的是 位移跟应变之间的关系 我们会给各位回顾一下 假定了这是一个受力的物体 这是我们的线性直角坐标系统 X1,X2,X3 那我们这一章 在上个礼拜我们跟各位讲 假设针对这个受力物体 我们知道它的位移场 U sub i function of X1,X2,X3 也就是我们分别知道 它沿着X1方向,X2方向,X3方向的位移场 记得这个位移场是位置的函数 不见得一定是constant 然后我们define一个green string 一个green应变场 这个green应变场 它也是function of X1,X2,X3 而这个green应变场呢 我们在没有做任何假设之下 我们就它说是等于grade U transpose 加上grade U 然后加上grade U 乘上grade U的transpose 这个是一个通式 然后看来要用的是什么坐标系统 我们就带进去 就可以得到位移场 跟应变场的这个关系 而这个应变场呢 它本身的作用是在什么呢 是假设我们这边有一个任何一个点P 针对这个点P 我可以把这个点P的坐标带进去 所以我可以到这一点的εI接 然后针对通过这个点来讲 有一个任意小的线段 一个无限小的线段 可是我们知道这个线段 对这个原来的坐标 它的那个单位 那个法 那个 那个 打入线口站 方向余弦 分别等于N sub i 也就是N sub i 也就是N1 N2 N3 我们知道的话 那 我们可以晓得 由这个应变场 我可以知道 针对这个点 这个方向的单位线段 它的变化 二分之一的 变形后的长度 除以变形前的长度 的平方 然后吗 减一 等于 我们这边讲的 εI接 NI N接 也就是等于说 依照这样子 所定义出来的这个应变场 应变场 可以决定 任何一点 任何一个方向 一个无限小的线段 它单位长度的变化量 变形后的长度 减掉变形前的长度 OK 这是我们前面 在上礼拜 跟各位所介绍的 OK 这个到这边为止 这是我们所介绍的 这个是应变 所依照这样子的位移 所定义出来的应变场 它的一个功能 它本身的一个功能 那我们今天呢 第三小节 我们就跟各位指向 因为这个里面 有九个components 其中 ε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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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我们叫它normal normal strength 正向应变 其他的六个 我们叫减应变 那是各位在才会学学过的 但是我们先来 跟各位来看一下 真正因为我们这边 没有任何的假设 没有任何小变形的假设 小位移的假设 那我们来看看 依照上面的这个定义 我εI 它的每一个 不管是正应变 还是减应变 它真正的物理意义 讲白一点 我们要让各位知道的是 你们在才会力学上学到的是 εI 我们会让各位看在大变形的状况之下 我今天强调是大变形的状况之下 这个应变的物理意义 跟你们在才要力学所学到的 有什么不同 我可以先告诉各位 你们在才要力学上所学到的应变的定义 基本上只适用于弹性力学 它是只适用于小变形 真正大变形的时候 应变的物理意义 跟你们所想的 跟你们才会学到 有一点点的差异 OK 所以我们在孩子一样 一开始我们DSSubC 代表这一个微小线段 记得它指的都是无限小 它不是一个很长的线段 它不是指一个很长的 为什么 如果这个线段 这个两个点的位置很长 这一点应变跟这一点应变 根本是不一样的 你不能用一个应变值来谈论 这个之间的物理变化 所以这边谈的都是一个 无限小的距离 我们只限这一点 因为如果说谈到这边一点 的话这一点应变就不一样 所以这边代进的应变值 已经不一样 所以这边通通你不能谈 这两点之间的变化 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讲的只是一个无限小 就是在local的 local的单位长度的变化量 那假定DSC 是一个变形后的变化长度 DSS是变形成像的长度 那首先呢 我们这边跟各位 define 一个 E sub PQ 这个E我们指的就叫做工程正应变 这个工程正应变就是各位所熟悉的 是变形后的长度 减掉变形前的长度 再除以变形前的长度 这个就是你们本来在超级 所学到的应变 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工程正应变 每单位长度的变化量 OK 每单位长度的变化量 所以也可以写成 那个DSC除以DSX 然后减掉E 也就等于说是如果原来来讲 这个值 这个值 DSC除以DSX 如果是大于1 是大于1 代表这个长度是增加的 小1是缩短的 那对工程正应变来讲就很明显 因为它已经要把E给减掉了 所以就变成 所以就变成来讲 如果说是正的 这个工程正应变如果是正的 就代表是在拉伸 如果是负的 就代表是在缩短 OK 这个变形会使那个长度缩短 所以第一点 各位想要分清楚工程应变 跟这个DSC除以DSX的差异 这个是变形后长度 所以这个值如果是拉伸 这个值会大于1 如果是缩短 这个值会小于1 但对工程应变来讲 真正的工程应变来讲 我们谈的拉伸或缩短 就是正或是负 是正就是拉伸 负就是缩短 这个是工程应变 然后我们刚刚已经学到了 Aption IJ 我们就叫Aption IJ 可以决定这个值 所以当然反过来讲 我就可以决定我的EPQ 所以我们现在看Aption IJ 这Greenstrand Tensor 跟我的工程的正应变之间 有些什么样子的关系 那我们刚刚写的就是这个式子 这是我们上个礼拜 跟各位所谈的 上个礼拜跟各位所谈到的 而这个值呢 等号右边这个值 我们也就是各位回顾 这个放大音子 一般写这个 也有人写这个MFA 这两个都一样 当然只写M 比较简单一点 MFA会比较清楚一点 FA指的就是Factor MFA指的就是放大音子 我们这个课程上都写的简单一点 我们都用M 所以从这个式子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中间的式子就等于 这个资料这个M 乘以2再加1 乘以2加1 就等于这个的平方 OK 就会等于这个的平方 所以 我们 他这反过来抱歉 没有关系 他现在呢 直接是我们要找到 这个跟PQ1的关系 他现在这边 我们是直接把这个 括号中间 这个中间 这个平方里面的 这个括号像 就是1PQ加1 所以我把1PQ加1 直接带到这个式子 然后 展开来 这个细项 我们就不出了 我们展开来 我们就会解出这个 1的PQ 等于2倍的M加1 开根号 再减1 OK 你从这边也直接可以看出来 也是一样可以看出来的 这是M 乘以2 2倍的M加1 等于这个平方 开根号 等于这个值 而这个值呢 是等于1-1 1PQ-1 所以再加1 所以我们得到了这个结果 也就等于说 我们可以从Epsilon I接 也就可以得到真正的工程正应变 工程正应变的物理意识很明确 就是每单位长度的变化量 每单位长度的变化量 但是从这边你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1PQ 因为1PQ指的是任意方向 就N1 N2 N3是任意的值 只要它是某一个方向 某一个方向的方向余弦 所以Epsilon I接通通会有影响 本身来讲 通通会有影响 我们只能确定 Epsilon I接可以决定 任何一个方向的工程正应变 任何一个方向 像我们讲的 只要我知道N1 N2 N3 好 那我们现在下面呢 来看几个特殊的Case 假定 我的这个PQ 就是我现在要找的 就是这个线段的方向 不是任意方向 它是分别平行于X1轴 X2轴和X3轴 分别平行这三个 那假定 我这个线段 是平行于X1轴 它的工程正应变 我们就叫Esub1 所以Esub1 就是代表通过这个点 然后平行于X1轴的一个微小线段 它的单位长度的变化量 那如果我是平行于X1轴 我的三个方向余弦 就是N1等于E N2 N3等于0 反过来讲 如果说平行于X2轴 工程正应变叫E2 它的三个方向余弦 就是N1 N1 N3等于0 N2等于E 然后Esub3也是一样 我们先拿E1来讲 你把这个值带进去 你们看 YiJ NiNJ 会变成什么 如果N1等于E N2 N3等于0 YiJ NiNJ 就会纯粹变成Y1 1 就会变成Y1 1 只是Y1 如果N2等于E N1 N3等于0 YiJ NiNJ 就只剩Y2 2 那同样的道理 如果只有N3等于E YiJ NiNJ 就变成Y3 3 也就是这个里面 YiJ NiJ 都会变成 分别变成Y1 1 Y2 Y3 所以最后这个适者 就变成我们现在写的 但是这边你们注意 我说E sub i I可以等于1 等于2 等于3 等于括号 两倍的Yi 这个Ii 我下面特别有画一个横线 我这边特别有画一条线 我旁边有注明 我画线的意思就是 虽然这个下标没有指定 而且重复两次 但是我画线就代表 这个重复两次的下标 不是Domi 他不要少Mention 因为这是不得已 所以 这个方程式意思就代表 E sub 1 等于括号 两倍的 Yi1 加1 开根号 减1 1 1 sub 3 等于括号 2倍的Yi3 3 加1 开根号 减1 这个2.3 这个2.3 至3 这是我在强调 它的Yi 不是等于Yi1 1加Yi2 加Yi3 我们他们有特别注意 这个I不要少Mention 那从这个2.3至3 你们现在看出来了吗 这个跟你们柴油力学学的不一样 Yi1 你要决定 E sub 1 就是沿着X1方向的单位长度变化量 是只是由Yi1来决定 但是 也就是说跟其他的八个components无关 但是 他们不相等 这个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在大变形的变化之下 我必须要先强调 因为你们在材料理学学的时候 只是为了教授方便 所以他讲法是反过来 他直接说 我们就定义 Yi1 XX 等于 德坦U除上X 他直接这样子定义的 实际上 我们现在把顺序告诉各位 真正的是 我依照这个公式 由位移场 决定我的Green Strength Tensor 决定我的应变账量 然后用这个方式决定的应变账量 的Aption 1 1 跟我的E sub 1的关系是这个样子 在大变形的之下 也就是说 Aption 1 1 不是真正的等于工程应变 不是真正的等于工程应变 那一般来讲 不是真正的等于工程应变 这个各位先要特别注意 那这个不会真正的等于是因为是在大变形的状况 也就是说 我再强调一下 顺序 你们不要反过来弄了 是因为我们是从位移场 决定这个应变场 然后我们来决定 这样子决定的应变场的Aption 1 1 跟我的工程正应变的关系 结果不是 因为我们后面所有的公式 比如说我们说我们将来要解 我一开始就讲过 有15个偏文分方程式 6个应变未移的 3个应变的 还有6个应变应变之间的 那15个Government and Crazy 解出来的应变是依照这个定义 所以我们要告诉各位 你真正解题 讲白一句话 如果说各位现在在上有些人数法 你们有些人数法所解出来的 如果你们做到的是 素性变形的话 有些人数法所解出来的应变 就是这个Green Strength 而它事实上不会真正的等于 每单位长度的变化量 有一点点的差异 所谓的大变形 一般我们指的就是在素性变形范围 有了这个 那我们先再看 如果是在弹性方面就是应变量 本来就比较小的话 各位这边看 这是我们原来的 我们刚刚讲的工程的正应变 等于括号 两倍的m 这中间就是m 两倍的m加1 开根号 减1 然后呢 我们先把这个减1 搬过来 就变成了 1pq 1pq 加1 然后这边开根号 我们就平方 所以这边等于 最后的这个东西 等于1pq 加1的平方 再减1 所以就只是等于这个 等于两倍的这个东西 你记得这个就是我们所谓m 那我把这个 把这个展开来 1pq加1 等于1pq的平方 加上2倍的1pq 再加1 可能这个加1 跟这个减1 消掉 所以等号 然后左边只剩下1pq的平方 加上2倍的1pq 那我把这个2 再除过来 所以我们最后得到的是 2分之1的1pq平方 加上1pq 等于这个1倍的 因为我把这2 除过来了 等于1倍的 1pq平方 也就是所谓等于m 然后 这个式是正确的 没有任何假设 然后 如果 我的工程正义变非常的小 也就是说 假设我们是在弹性 变形是在弹性范围之内的话 一个非常小的值 那它的平方向 会小于它的一次方向 我们讲过 如果 假设 1pq 是等于10的-3次方 那1pq的平方 就等于10的-6次方 那这两个加在一起 这一项就可以忽略掉 因为它小了很多 而 我现在用10的-3次方 千分之一举例子 那个不是随便选的 因为所谓的 应变 你应变如果是在10的-3次方的order以下 大概都是在弹性范围 你都可以假设它是在弹性范围 如果是百分之几 那大概就已经到 述性了 原因是什么 这个大约的值是怎么猜出来的 给各位回顾一下 你们材料律学教过 这是Sigma 这是Epsilon 我们都教过 你们都教过 如果一个材料的硬力应变 图形是类似这个样子 它并没有明显的降幅点 就是不是这个样子 如果有这个我们知道 这个就Eating Point 那没有这个区域 直接这样子过来 还记得材料律学怎么告诉各位 你们怎么决定它的降幅强度 我这边应变 我抓一个 千分之二就是百分之0.2的 画上去 然后这一点 我们就说它是Eating Point 这各位在材料律学学过的 应该还记得 所以 这边定的就是千分之二 也就是告诉各位 你如果是在千分 一个应变如果是在千分之几的话 应该还有可能是弹性变形 反过来讲 超过了 到了百分之几 百分之一的应变什么的话 那 它就大了 那就是数性的 所以呢 我们这里才举这例子 如果我的工程印正应变 就是在千分之一千分之二 那正应变的平方 就是变成百万分之几 那 这个加在一起 这个就可以忽略 所以 我们得到了这个的结果 EPQ 就等于 I接 NIN接 那 这个剩下的问题 就很明显的了 如果 N1等于1 N2 N3等于0 我们的E1 就等于 Y11 E2等于 Y22 E3等于 Y3 这个就是各位在 采用力学所学到的 Y11 等于沿着 X1方向 单位长度的变化量 所以各位现在了解了 这个关系是 只适用于弹性力学 用来解释弹性力学 这个范围内的 变形跟应变的关系 如果你们真的碰到了大应变 大变形 也就到了 塑性范围的话 不要用这个解释 这个解释 就会有点误差了 误差就会出现 这边你们看 这是假设下来的 因为我们把 1pq平方的结果干掉了 所以当你这个解释的时候 你们也要知道 这个 并不是完全正确 这个是用把 1pq平方 也等于说 1pq越小 这两个值会越接近 1pq越大 这两个值 又不会接近 它们的误差 就是1pq平方 如果你的应变是 外分之一 你1pq平方 真的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因此我们就说大 因此你们要知道 当我们说正硬变 是等于 单位长度的变化量 其实这永远不是正确的 它都有一个误差 就是这个1pq平方 只是当1pq非常的小 这个我们可以忽略 所以这就是正硬变的 物理意义 我再重复一下 Aption万万可以决定1万 但是它不会等于1万 如果正硬变非常的小 不管是Aption万万或者1p1万 非常小的话 属于千分之几以下的order 那我们可以把1pq平方的效果忽略 因此我们就说Aption万万 就接近于1sup1 沿着X1方向的单位长度变化量 沿着X1方向单位长度的变化量 当然 这边也告诉了各位 跟我们上座的习体 你们进行教习非常之 当然 从这边的这个四字 我们也就知道 如果像跟你讲说 我知道这一点p 我的应变张量 这个字我已经算出来了 那我说通过这个点 有一个很微小的线段 那 这个线段的方向余弦 N1N2N3我也知道 那 针对这个线段来讲 受到这个应变场 它最后会变大多少 会变小多少 当然可以算出来 或者我们说的更基本 这样一点是说 假设我通过这个点 我有一个小小的立方体 当然变形以后 这个本来是一个立方体 变形以后不要忘了 它的方向也会变 长度也会变 所以它只会变成一个六面体 可是我可以告诉你 因为这是一个很无限小的 我要你们算出来 这个六面体的三个边 它的长度分别会变长 或变短 变成原来是多少 我们到现在 已经可以做得出来了 OK 已经可以做得出来了 因为它的变形后 就是DS系 就是DS系 不管它是大变形 还是小变形 都弄得到 如果是小变形 当然就用这个公式 大变形就要用最上面的这一个 可是不管怎么讲 我们都可以算得出来 事实上 这也是你们上礼拜 今天要教的习题 好 那有关这个的应变 正应变 除了我们刚刚说的工程应变以外 或者是Green Stream 还有一个应变 因为有的人会想到 刚刚那个工程应变 好像有点不太合理 我们先提醒一下 一般如果你是实验 画出来的这个图 画出来的这个图 基本上都是工程应变 不是Green Stream 都是工程应变 如果你是实验 因为实验 它就是给你量子 你一边拉的时候 每单位长度的变化量 就是Loading 拉到的时候 每单位长度的变化量 所以这是工程应变 这个的应变指的就是工程应变 但是呢 有人就想到 这个工程应变 好像有一点点怪怪的 怎么怪怪的 假设我们现在看 这是基准点 这是原来的长度 我最后拉完的时候 拉到一个外力 我拉到这个长度 不管外力 我拉到这个长度 我们就是说 工程应变就是 就是这一段 这段距离 除以这一段 我们叫做工程应变 可是所谓的 怪怪的在哪里 它从这边拉到这边 要一个时间 它会慢慢的这样子 才到这 它不是突然从这边 变到这边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要这样讲话 好像应该是 这一段 除以这一段 加上这一段 除以这一段 再加上这一段 除以这一段 类似这个样子 也就等于说 如果你只是 纯粹的用这一段 除以这个 这个分母好像显得 稍微小 因为它会一直在变长的 也就是说 我们会认为 你这个工程应变 可能有点偏高 听起来好像是 单位长度的变化量很合理 问题是你不是突然变那么长 所以你这个一直在慢慢长 也就等于好像分母一直是有点在长的 因此 我们后来 就有定出来 另外一种应变 原来的工程应变是依据 green strength这样子出来 那我们现在定工程中 我们现在假设 一开始的长度叫lo l sub o 然后l都是任何时候的长度 l是一个变数 它是任何时候的长度 那我们define一个叫做d Apsilon n 这个Apsilon指的是应变 这个n指的事实上是叫natural 自然的意思 我们再会跟各位解释 这是dApsilon n 我们的定义就是 你们看 是l0分之dl 也就是说dApsilon n 就是每一段 我把它分成很多个小步骤 每一步骤的这个长度 除以这个 然后这边都除以这个 类似这个样子 ok 是l分之dl dApsilon是l分之dl 然后我们接着 把这个dApsilon 两边积分 那一边就是从l0 积到l 一边是从0 积到ε 最后积出来的结果 如 这个是所示 我们会得到了 Epsilon n 等于natural log分之l0分之l 这个l我们指的就是最后的长度 这是起始的长度 我们把它取对 我们先看到这 这个就是我们defin 另外一种应变 而这个应变 感觉比较合理 因为 它就是好像把这个分成很多段 每一段的变形量出前面 变形量出前面 这样子累积起来的 这样子累积起来的 然后我们来看看 这个跟我们工程应变 跟工程应变的关系 那本身 这个上面的l 我们又可以把它 又可以把它是变成 1加上l 因为上面这l等于 德塔l加l0 所以l0成l等1 所以变成1加上这个 而这个就工程应变 所以最后得到 你们看到的这个式子 也就说我的 Apsilon N 是等于Nature Log 1加上1pq 加上我的工程应变 这个Apsilon N 有几个名词 我们最常用的 就把它叫做真实应变 Truth Trend 因为它是Nature Log 这是自然对数 所以也有人 所以我说这个N 指的是Nature Log 的那个N 所以有人把它叫做自然应变 也有人就把它 直接叫做对数应变 都有 这三个名词讲的一样 指的就是Apsilon N 就是我们的真实应变 而 记住你们注明一下 你们这个式子看不出来 但是真实应变小于1pq 如果应变量够大的话 真实应变 这材料力学 这材料力学 事实上 你们老师可能都有说过 如果这个是工程应变应变 我的真实应变 我的真实应变的图形 会类似这样子 也就等于说 在弹性区域 弹性区域 这两个词很接近 到了速式区域 这两个词会有差 因为这边是应变 所以你们可以看得到 真实应变 这是可以想象的 因为工程应变 就是直接拿这个词 除以这个最小的值 出一个最小的分母 所以它的值一定比较大 那其他后面的每一 如果说是照真实应变的观念 它每一段 除以的这个分母 都会逐步增加 所以当然值会变小 所以真实应变 比工程应变小是合理的 是合理的 这个词指 YN 是等于Nature Log的 1加上1PQ 这是告诉你们 真实应变 跟工程应变的关系 然后 我后面的那个 等号右边的 Nature Log 我可以用所谓的 泰勒展开式 展开 会变成这个像 那还是一样 如果工程应变非常小 后面这些高次方向 都会消掉 都会消掉 那既然这边都会消掉 又只剩下1PQ 所以当工程正应变很小的时候 真实应变等于 接近于工程应变 也就是我们这边给各位看的 在弹性变形范围之内 真实应变会接近工程应变 但是在这边 就会差别越来越大 在这个地方就差别越来越大 因此我们再说 我们依照位移场 决定一个所谓的Greenstrand Tensor 这个Greenstrand Tensor 就以后联力方程式 会用到的Greenstrand Tensor 而Greenstrand Tensor的正应变 不一定是刚好等于 单位长度的变化量 它可以决定 单位长度的变化量 但是不是刚好等于 可是如果正应变非常小的话 它的值就会非常接近于 单位长度的变化量 同样的道理 真实应变比工程应变小 但是在弹性变形范围之内 这两个值 我们可以说是非常接近 它的误差是可以忽略的 好 这个是简单的部分 我们先解释了 Aption11 Aption22 Aption33的物理意义 从那边我们也可以决定 通过一个点的 无限小的线段 它的变化量 我们下面要来介绍 简映变的物理意义 这个就是比较啰嗦的 你们先来看 有没有这个图 我们用的坐标 还是线性直角坐标 不管这个意思是 变形前的坐标 X123 也是这个坐标 变形后的也是这个坐标 它的单位相量分别叫 E1 E2 E3 你们也知道简映变跟角度变化有关 所以我们现在先来看角度变化 这个图 这个图 P点指的是受力工作金的某一个点 然后PQ PO 代表通过P点的两个无限小的线段 还是无限小的线段 一个是PQ 往下的叫PQ 往上的是PO 往上的是PO 然后 然后 这都是无限小 PQ 我们把它叫做线段 1 PO 我们把它叫做线段 2 下标是X的 就代表变形前 下标是C的 就代表变形后 第一个线段 第一个线段 它的长度 我们再写一下 因为荧幕上字很多 看起来有点乱 我们这画得夸张一点 一个PQ 一个PO 然后 这个 我们把它叫做DS1 如果我写SubX 就是代表这个小线段 变形前的长度 这个就变形后的长度 这一个呢 我们把它叫做DS2 也是一样 变形前的长度 变形后的长度 变形后的长度 然后 这个单位向量 这个单位向量 是这个方向的单位向量 我们把它叫做E SubN 这是指的 变形前 然后 它的三个方向余弦 就是N1 N2 N3 NI EI 这个的单位向量 变形前我们把它叫E SubM 然后它的单位方向余弦 就是MI EI 那变形后呢 那变形后呢 我们用星号来代替 变形后 它的单位向量 我们把它叫做EN 星号 那当然等于NI 星号 EI 那这边我就不讲了 这边就是很明显是M 它的方向余弦就是MI 它的单位向量 我们就叫做EM 星号 这是在这边 我们先把 上面这个图的相关关系 大家先弄清楚 OK 我再强调 P到Q 我们定义成为线段1 P到O 我们定义成为线段2 线段1的单位向量 我们是用小写的字母N来代替 线段2的单位向量 我们是用小写字母M来代替 那只要有写星号 就是代表已经到变形后 然后变形的夹角叫C打 变形后的这个夹角叫C打星号 叫C打星号 但是不管怎么讲 我们都很明确的知道 变形前的角度cosC打 cosC打 就是等于EN.EM 就是这个单位向量 DOT这个单位向量 那当然就是等于NIMI 这各位已经知道我不多说了 变形后的角度 是等于EN星号 DOTEM星号 等于NIMI 乘上MI NIMI 现在问题就是这个等于多少 我们不知道 也就是说我还不晓得怎么计算 假定有一个线段 变形前的方向余弦是Ni N1 N2 N3 变形后的方向余弦 N1星号 N2星号 N2星号 等于几 这是我们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的 可是我们一定 我们要 很明显 从此还要去你就知道 你要找出 Epson1223的真正物理意义 一定要去探讨角度变化 所以我原来的C打 多少我是知道 因为NIMI 都是一支 所以我们现在要算C打星号 要算C打星号 我们就要算出来 NI星号 MI星号 也就是我要知道 原来的一个无限小的线段 它的方向余弦是这么大 那 变形后的方向余弦等于什么 记得 永远要记得一件事 方向余弦的平方和加起来 一定要等于1 因为它指的是单位向量的方向余弦 也就是说不管怎么样 这个牢牢记得 这四个都是单位向量 它们方向余弦的平方和加起来 都一定要等于1 这个I 重复两次是有subvention的 那我们只要知道 如何算出来NI星号 那MI的星号就会造代 所以 我们先来看 怎么算NI星号 OK 这大家仔细看 首先 这个NI的星号 依照定义 当然 就等于这个DCI DCI 除上DS1的C 因为记得 DC1是什么 DC1指的 DC1指的就是 就是这两个坐标 沿着 E1 方向的 那个 差 因为这个面的坐标 我们把它叫做 C1 C2 C3 这边它坐标就是 C1加DC1 C1加DC2 C1加DC2 C1加DC3 那DS1 因此 我的这个的 变形后的方向余弦 当然就等于 这两个坐标差 除以这个的长度 所以 我们可以得到 NI 新号 就是 比如S1 N1 新号 就等于是 DC1 除上 DS1 OK 这个就是 PQ的长度 然后呢 针对这个 DC sub i 这是一个全微分 我把它展开来 所以 DCi 可以写成 partial c 对 可以写成 partial ci 对 xi的微分 然后乘上 dxi 这应该接 抱歉 partial ci 对 这两个都应该接 不能再用i了 所以 DCi 等于partial ci 对 x接 微分成 dx接 这是一个全微分的展开 再除上 dx1 那这个就 那先看这两个相成像的左边这一下 因为 C 我们知道 就是等于 这是 变形后的坐标 等于 位移ui 加上xi 所以 这一项 我们可以先微分出来 ui对 x接的微分 就是ui,j xi 对 x接的微分呢 我们已经讲过 就是等于德塔i接 所以 这一项等于这一个 然后 右边的这一个 我们还是先摆在这边 那这个 x接 dx接 除上d 这个有点麻烦 为什么呢 这个是变形前的 坐标差 这是变形后的长度 它两个根本不是在同一个时间 没有办法处理 所以 我们要把这个重新弄一下 那这个要弄也不难 这一项呢 我把它先挑出来 它可以变成什么呢 因为上面是变形前的坐标 我下面一定要除以变形前的长度 所以 这个dx接 对ds1 c 也就是变形后的长度 我可以除一个变形前的长度 再乘一个变形前的长度 那这一段变成什么 这个就是dx接 除以ds1 x 那这个不就是我们刚刚讲的n接 所以 这边就变成n接了 那这个呢 也不难了 这是变形前的长度 除以变形后的长度 那我们刚刚才讲到 变形后的长度 除以变形前的长度 可以把它写成 两倍的m加1 开根号 那这个根号导过来 所以等于这一个 因此这边的正一项 就是等于n接 也就是变形前的方向余弦 除上根号2m加1 最后我们得到了这个式子 也就是等于是ni 变形后的方向余弦 等于括号ui,j 加上dx xn接 除上根号2m加1 那这边你们就晓得 如果我给你位移场 这个式子的意思是代表什么 第一点你们记得等号右边 等号右边的j 重复两次 需要等号右边有三个项相加 j等1加上j等2加上j等3 这个式子就告诉了我们 如果我给你一个位移场 从位移场 我可以算出应变 应变场 从应变场 我可以知道某一点的应变 我知道了这一点的应变 然后针对这一点 通过这一点的有一个 任何一个方向 微小线段 我知道这个方向 这个微小线段的 原来的方向余弦是n1,n2,n3 那经过这个位移场变形以后 它新的线段 它可能就变到这个样子 新的这个线段的方向余弦 n1型号 就可以由等号 右边所算出来 所以这个式子就告诉你 我们上一个 上这一节小节的上半段 我们告诉各位 怎么算出来 一个微小线段的长度变形 这个公司告诉各位 怎么算出来 这个微小变形 微小线段 它的方向改变 在这个位移场的变化之下 当然 你同时要知道这个m 就知道 y i 接 n i n 接 这边还有一个微分 u i 接 这就是这个式子的意思 那我们旁边呢 只是举一个例 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例子 我们举的是n1 如果是n1型号 就等于我们右边 写的这些 提醒各位就是 接等于1加接等于2加 接等于3 真的要算很麻烦 这个式子算得还蛮啰嗦的 因为你不只要把m算出来 还要算u i 接 还要算这些偏微分 但是anyway 我们算得到 也就是告诉你 你只要知道位移场 你就可以知道 工作坚上任何一点的 任何一个方向微小线段 它的方向变化 好 到这边为止 如果我们给各位一个这个问题 但大家不要怕 我不会叫各位做 可你们要知道 就是受力工作坚上的某一点 如果在变形前 我们这边有一个六面体 如果这一点的坐标我知道 这个六面体的三个边的方向 我也都知道 我现在要各位画出来 这个无限小的六面体 变形后的形状 各位应该可以画得出来了 因为你们可以算得出来 这个六面体的三个边 变形后的长度 你们也知道变形后的方向 所以你们是可以画得出来的 这个是一个local的 因为是无限小 也就是你们会知道 到这边为止 只要你们小的一个受力物件的 变形位移场 U1 U2 U3 你们就会知道 这个物件的任何一个点 local 它的一个小六面体 它的变形状况 各位应该已经可以做得出来了 你们可以回去试一下 我没有叫各位做 这不会变成习题 不要怕 只是告诉各位 这个公式 在某方面还蛮重要 当然你了解这个变形 位移场 跟真正 无限小的线段 方向改变的观念 好 我们这个是NI型号 那当然我把 等号 右边的N 改成M M1 改成M2 就是PO 线段的放大因子的话 同样的道理 我们M也可以 M型号也做得出来 所以假设M1 是PQ 线段的放大因子 M2 是PO 线段的放大因子 那 我们现在来算 cos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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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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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母是 更好两倍的M1加1 乘上两倍的M2加1 分子就是 cos C 不要忘了 cos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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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s 它的方向余弦 因此依据最后这个式子 两个线段 我不见得要垂直 听好 不见得要垂直 通过一个点的两个无限小的线段 我知道NIMI 我就可以现在它原来的夹角 那变形后的角度 我们也知道了 也就是说我从这个式子 我就可以算出C打型号 这是角度变化 当然很明显的 你们可以看 这角度变化跟YGA有关 好 我们先看特殊状况 如果原来两条线是垂直的话 当然cosC打 就C打90度是0 所以我们就知道 如果两个线互当起来的话 公式可以简化成这个样子 好 那我们现在定义 各位在财物学学到的一个应变 我们现在定义GAMMA 叫做工程简映变 这个工程简映变指的就是 大家听好 工程简映变指的是 两个原来互相垂直的线段 承受到位移变形以后 它的角度变化 这个GAMMA指的是这个 我们画的图比较清楚 假定这两个 这是P点 这是Q 这是O 原来是垂直的 变形以后 假设这个没有变 它新的 这个变到这边 这个变成O信号 那这个就变成我们的C打信号 这个才是我们的GAMMA 也就记得 GAMMA不是变形后的角度 GAMMA是从90度 减少的角度 或是增加 GAMMA也可以增加 我也可以跑到这个位置 GAMMA就超过90度了 所以工程简映变 GAMMA 我们的定义 就是原来互相垂直的两条线 它的角度变化量 不管是增加还是减少 我再强调 GAMMA不是等于 后来的所夹的角度 是等于角度的变化 所以呢 我们可以写成 下面这个 COSINE二分之拍 是不是 我这边有没有变到 对 COSINE二分之拍 减GAMMA 因为这就是 细打信号 所以这个是GAMMA 跟Greenstrand之间的关系 我再强调 大家不要记混 GAMMA是 改变的角度 不是变化后的角度 是被改变的角度 减少的部分 或是增加的部分 所以是COSINE的 光号二分之拍减GAMMA 也就才等于细打信号 所以我们公式变成这个 然后我们来看 SPACIAL CASE 如果我的PQPO分别平行于X1 X2 那 假定我PQPO分别平行于X1轴跟X2轴 就PQPO 那 N1等于1 N2等于N3 等于0 M1等于M3 等于0 M2等于1 你把这个 你把这个 带进 那这样子的Define的工程简印边 我们叫GAMMA12 你把这个值 带到下面的公式 你就可以得到上面这个结果 COSINE二分之拍减GAMMA12 等于2倍的X12 除上下面的根号M1加1 M2加1 后面的两个式子 类似我不多讲 我们只看第一个式子 第一个式子告诉你什么 X12 是跟GAMMA12 跟GAMMA12有关 但它不只是不等于 而且 你们可以看 下面的两倍的 这个M1 变成两倍的X11 M2变成两倍的X22 也就是说 我不是只有X12 会跟GAMMA12有关 我正应变 也会影响GAMMA12 针对工程减应变来讲 它不是只跟GAMMA12有关 在大变形的时候 因为我们这边没有假设小变形 它甚至跟正应变有关 这个跟你们在财献力学所学到的 是完全不一样的 财献力学你们会认为 影响角度变化的只有减应变 我们现在告诉各位 如果是大变形的话 它跟正应变也会有影响 这个就是工程减应变 跟GAMMA12的各个分量 之间的关系 没有任何假设 这是大变形 我们下面先来看 第一个假设 如果我的工程正应变很小 我的工程正应变 假定我的工程正应变很小 那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ε1万万元小于1 ε2万万元小于1 所以分母的两倍ε1万万 跟两倍的ε都可以忽略 因此分母就变成1 那我们的式子 就会变成这么讲的 cos 2分之π 减掉干嘛的12 这个先不讲 就是等于两倍的 ε12 而cos 2分之π 减掉干嘛 就可以等于sin干嘛 所以 这边有两点要跟各位说的 所以 如果工程减应变 元小于1 这是正应变 讲错了 正应变元小于1 我们最后会得到这个 第一点是告诉各位 如果正应变很小 那我减应变 单独的可以决定干嘛12 可是大家看好 他们还是不相等 因为这边有个赛影子 还是不相等 第二个 我为什么要先谈工程正应变 因为 当工程正应变很小的时候 在某些状况 不代表 不代表工程减应变一定也要很小 碰到特殊材料 我们讲 如果这是一张薄薄的 就像我们跟我讲过 我这样子弯下来 工程的正应变很小 你们能说它的减应变很小吗 一点都不小 可是它还在弹性范围 这我们一开始就跟各位说过 有这种case 碰到很薄的物体 或是很细长的物体 工程正应变很小的时候 不保证 工程减应变一定很小 所以我们这边要把两个case 跟各位分出来 如果 是我们讲的 很细的感知 很薄的物体 虽然还在弹性范围 工程正应变很小 可是 这个green trend的减应变 不会完全等于γ 它是等于sine的γ值 当然这时候γ要用进度量 这是第二 如果 我的工程减应变也很小 就是正应变跟减应变也很小 那我们都知道 这个有两个 工程上我们常用的假设 各位应该知道 再提醒一下 如果细打值是圆小 也就非常小的话 sine 细打值就等于细打本身 cos 细打值就接近于1 这是两个工程上常用的假设 各位如果知道就知道 不知道现在就要记责 这会常常用到的 有时候可以帮你简化柿子 你们知道一个方程式里面出现 善影口善影声讨人厌的 你能够有借由某种假设 把它删掉不是坏事 那这个很小 小于1 其实我可以告诉各位 不要多小 至少你把它当作15度 只要小心15度 这个都很 你们自己按气算机 cos 15度就接近于1 酸影15度的值 就是等于180分 接近于180分之15 就等于它 这边的酸影希腊 等于希腊是精度量 所以酸影15度 你们就按计算机 就大约等于15除以180 也就是所谓的 接近于12分之1 值很接近 这个系达你们当作15度 没有问题 只要系达小于15度 这个假设都成立 所以当我们的简映变 也很小的时候 酸影干嘛等于干嘛 那我们最后就得到了 ε12等于2分之1 干嘛 ε12等于2分之1干嘛 这也告诉各位 两件事情 第一 你们现在知道了 为什么你们还记得 材料力学就是这样子 告诉你们的 简映变 εxy等于 x跟y的这两个轴 它之间夹角变化的2分之1 你们记得材料力学的定义 就是这样子定义的 现在你们那时候 不晓得有没有同学怀疑过 我为什么非要除2 现在告诉各位原因呢 是这样子过来的 那这边这2分之1怎么来呢 这就回到最原始我们讲的 我们一开始谈到的是这个东西 我们开始算这个 我们就跟各位讲 为什么这边加个2分之1 原因就在这 这边有2分之1 我们最后就会变成 微小应变的时候 ε等于1万 ε等于2分之1的 干嘛12 如果你当初没有这个2分之1 我们的物理意义就会变成 ε等于2倍的1万 ε等于干嘛12 你没有这2分之1 我们的物理意义就会变成这个 后来人家决定 这个好像比较好 所以决定这个 因此 因为你不要忘了 ε等于1分之1 是从这个式子定义过来的 所以这边2分之1 就是这边来的 因此 这边会有2分之1的目的 就是为着要让 我ε正应变的物理意义 跟工程正应变一样 在小应变形的时候 而这个2分之1 也就是你们财要力学 所出现2分之1 减应变等于2分之1的角度变化 财要力学你们就是 直接告诉各位 定义就是这样子 角度变化的2分之1 从来不会讲为什么 因为没有办法在 材料力学里面讲 只有在这边才可以清楚 所以我们最后再总结一下 提醒各位 一般来讲 工程减应变 不是指跟 Greenstrand的Aption12有关 它还跟正应变有关 这是第一点 在大变形的时候 工程减应变 因为工程减应变的物理意义最明确 工程减应变 不是只跟Aption1 简应变有关 跟正应变也有关 如果正应变很小 减应变不是很小 那Aption12还是不会等于工程减应变 它是等于这个的三应值 只有在正应变跟减应变都很小的时候 我的Greenstrand的工程减应变 才会等于二分之一的工程减应变 正应变只分两个 一个是大变形一个小变形 减应变要分三阶段 一个是变形量都很大 第二个是正应变很小 减应变不小 第三个是正应变减应变都小 它才会有不同的关系 我要讲我们这边告诉各位 就是Greenstrand跟工程正应变 和工程减应变的关系 为什么要强调这些 因为我们由位移场决定Greenstrand 而以后我们讲的公式 我们在解弹性力学的时候 所用的减应变以亏讯你们的应变 都是Greenstrand 不是工程正应变或减应变 可是物理上 工程正应变跟减应变 才有它真正的物理意义 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 Greenstrand跟工程正应变 和减应变之间的关系 这是今天的作业 今天理论上有两个 我不知道第二个来不来得及 第一个我们先告诉各位 这个题目跟各位今天教的题目 是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的题目 所以呢 你们如果今天教的作业 算出来的应变张量是对的 那前半段都不要再算了 只要写出来就好 然后我们这题问的很单纯 我们今天各位教的 就是给位移场 我们问的是 OK 干定 这个是 DS1的方向 这个是DS2的方向 这个是DS3的方向 这个是原点 我们本来问的是 叫各位分别算出来 这三个边的长度变化 今天的作业呢 问的是 这个 DS2跟DS3之间的角度变化 也就是等于是 我要你们算出来的就是 C打23的星号 减掉C打23 真的要算的就是这一个 角度变化等于几 事实上就是工程简硬变 对 就是工程简硬变 这是不是 对不起 我有点糊涂了 对 这个就是工程简硬变 我给你们算的就是这一个 这就是今天的习题 我再强调 今天的习题 题目 这个部分 跟你们今天交的作业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你们不要再 再算一次应变张量 你们就直接把原点的应变张量 你们今天交的 就算出来那个值 直接摆进来 算后面就好 所以这题应该只要两三行 一下子就可以结束 这个我没有弄得很复杂 这个 因为下一个作业会花一点时间 我可不知道来不来的今天讲 可是不管这样 这个是很单纯的 那边 这边 我们下一个大厨的